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无论在旧约或新约里 你让我们知道 奉献和救赎从来不是分开的 这两件事总是紧密相连 有其一就必有其二 使徒保罗并不是等到他被求 或是快要殉道的时候才把自己献给你 他的奉献乃是在往大马色路上遇见你的时候就开始了 主 在你的计划里 从来没有叫你的子民在得救之后 要多等候几年 或等到一个特别蒙恩的日子 才把自己完全献给你 在你的心意里 每当你拯救一个人的时候 你也要同时得着那个人 你救赎了我 你也要求我奉献自己归于你 为了你所给我奇妙的恩赐 那我就将自己奉献给你 求圣灵来开启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你 我感谢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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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谢你